雷歐聊四季 天吟劉骨心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保加利亞人對上保加利亞人 正常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文明 是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兵工廠 跟工程器製造所的升級 科技升級的肉量都是半價的 所以他在前期可以多點攻防 去跟對方做交換 因為保加利亞人 本身是沒有任何經濟加成的文明 所以他用更多強軍事的方式 去換取自己的經濟劣勢 保加利亞人還有銀類可以使用 銀類是比城堡還要便宜的一個堡壘 攻擊力跟城堡差不多 但是造價還有血量是城堡的一半左右 保加利亞人他還擁有遊戲裡面 騎兵攻擊力速度最快的文明 攻擊速度最快的騎兵文明 讓保加利亞人的騎兵性其實也不弱 雖然他沒有遊俠 但是有這個喪屍騎兵 保加利亞騎兵 即使騎兵被擊倒了 還會變成步兵再戰起來 再戰十年 非常難產的 保加利亞人大落馬 也可以吃到這個馬凳技術 所以他的落馬的攻擊速度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保加利亞人的攻兵性是不太行的 他的步攻是不能升級 但是馬攻是OK的 雖然沒有三級的攻兵鎧甲 但是該有的都有 所以馬攻路線的話 是比較適合保加利亞人的 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也是保加利亞人 不好意思 兩邊都是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能力 就是他的步兵科技 民兵系的升級 是自動升級的 所以如果黑暗時代打棒棒的話 封建時代會自動變成雙甲步兵 非常強大 但是他只能升級到雙手建兵 後期只要點下金冠 那協議科技的話 他的保加利亞的步兵 這個劍兵系 不含他的下馬版的保加利亞騎兵 是有含近戰防護率 高達九攻的 九防的 防護率非常坦 所以到了後期保加利亞人 真的要打步兵戰的話 其實也是不弱的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左邊是有果子 上方是有黃金 下方是有石頭的 右邊是有黃金 目前看起來這張地圖還算不錯 至少黃金還在裡面 當然有了這個黃金就有點差了 當然兩個這個金在前面就不太好 還有果子在左邊還OK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大概五六十分 沒有到非常好 但至少有點偏可隔 後面還有兩塊木屑 還可以接受 至少後面不是什麼都沒有 那目前看起來 紫色的地圖是 石頭在下方 左邊有黃金 上方有果子 金在裡面 這個金看起來也不錯 那如果要圍的話 可能就是要小圍 這邊直接圍到底 圍底 那這邊部分 就是也可以圍血OK 那可能後面的方面 可能就要直接全部 放水流防守了 不然就是要直接圍到底 圍牆圍到底 會比較好防守一點 因為後面這個地方 你要怎麼圍都不太好 甚至防守來說是一件偏困難事情 可能要圍一個超級長條形的 這樣子圍這樣子圍 然後這樣圍 圍圍圍 圍圍 呵呵呵 他這樣國土領地圖 會圍得非常長條形 好 那不管怎麼說 兩邊的一個打法都值得一看 那目前看到藍方式HERA HERA的話這邊是走一個 比較激進路線的 三明兵自動轉裝甲的打法 那他這邊轉裝甲的話 可能要去想一下 後下包轉下肉吧 結果這邊也是遇到紫色 打裝甲步兵喔 這邊裝甲步兵 可能可以殺到一村 這一村能跑掉嗎 哎呀 瞬間被擊殺了一隻 但自己的肉馬血量也是很慘 但這邊HERA並沒有直接回頭 好 但這邊直接回頭 又再爆打一波 又擊殺了一隻村民 沒有想到保加利亞人 開局使用裝甲步兵加上肉馬 擊殺掉了HERA的兩村喔 那這一波交換其實很划算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HERA這邊的進攻 其實沒有辦法打到任何東西 他果然是為一個長條形的 國土型是長條形的 那HERA這邊要防守的話 他拿一隻裝甲步兵來防守 好 但點了一攏一幕喔 沒有接續後續的攻勢喔 唉唷 這一隻裝甲一刀收掉了殘血的裝甲 還不錯 好 這一波紫色要再繼續硬打了嗎 好 沒有繼續爆打一波 反而是稍微拉打 繼續給HERA這邊的壓力 這邊正面為好 HERA的裝甲步兵並沒有打到更多的村民喔 甚至連騷擾都沒有騷擾到喔 決定來對這個防止無能狂怒 什麼都沒有打到 打了個寂寞 好 那寶札利亞呢 這邊是選擇了出一些裝甲步兵跟槍兵喔 進行防守的部分 好 這邊又按了一隻 裝甲部分選擇還蠻多的喔 好 後面有補一個裝甲 好 這邊裝甲護砍應該是砍德里 槍兵繼續追 OK 下方還有兩隻裝甲 那這邊會繼續怎麼打呢 目前看起來 HERA這邊雖然損失了兩村喔 但他沒有投資太多的軍事 防守方面的話 比較偏向使用村民喔 去反擊對手 並沒有主動使用小弓去防守 好 這邊開始挖金了 三人挖金可能是要轉弓兵了 待會還是要下一個射箭場 但他這邊先做的事喔 先把這個射箭場的木頭 拿去投資在農田的部分 所以上城堡時代喔 大概會快一點 OK 左邊的兩隻裝甲護兵 直接用村民收掉 這邊少量的裝甲 跟上槍兵喔 繼續進攻 但兩隻村民殘血拉回了家裡 還可以喔 這兩村沒有被送掉 好 自己的 肉馬回來看一下 可不可以幫忙到一下家裡的村民 因為他這邊要騷擾 真的是不好騷擾 這個防守來說的話 你都已經尾好了 而且沒轉弓兵的部分 就要等一下 看可不可以直接轉上去 那目前Hurad的想法是直接直撐 然後再看一下城堡要打什麼 那目前城堡的話 他有兩個方案 一個是打銀壘 一個是打這個 騎士爆的部分 左邊這邊又再次騷擾過來 這裡有一村會死嗎 沒事拉走 左邊的裝甲步兵又按了一隻出來 哇但是最後一下被槍兵反擊回去了 後方裝甲步兵又抓到了一村 HERA開局死三村啊 但是村民說來說呢 是HERA這邊還是暫時領先的 對防紫色的寶紮莉亞人 TC delay 來到了1分17秒 delay非常久 可能剛剛前起 按了太多裝甲步兵了 去防守 所以導致自己斷村了 那後續呢 有 雖然有點這個輪軸技術 但聰明依舊還是落後的狀態 HERA這邊開始挖石頭 這個挖石頭可能是要來打銀壘了 上方的騷擾的部分 還是繼續用裝甲步兵反擊回去 那紫色的寶紮莉亞人呢 可能是要打一個騎士 對 因為他是雙馬舅 那HERA這邊呢 可能是騎士搭配銀壘的進攻方式 或是直接打寶紮莉亞騎兵 這種方式打法 好 但這邊村民出去出發 但是被抓包 好 看到這邊拉村 對方應該也知道他想幹嘛了 好 直接在高地上補了一個銀壘 正面的部分 直接拉村民來開打嗎 好 不知道能不能解決掉更多 這裡還有常見命具去輸出 好 這邊繼續開打過來 但HERA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這邊直接村民大亂鬥 這邊大亂鬥的結果 看起來是HERA很多殘血的村民 但最後這個銀壘還是能插得起來 但這邊HERA已經損失了13隻村民 紫色的寶紮莉亞人 只有死了兩村 看起來還算不錯的 那HERA這邊九隻村民的血量真的很長 這邊還是要特別小心一點 好 那寶紮莉亞騎兵 直接從銀壘開始慢慢生產出來 哎唷 連環銀壘寶推 好 這招很久沒有看到 我們的寶紮莉亞的介紹 很常在講這個 但是這個戰術很少見 也不是說少見 就是在一些特殊的石後用 殺傷率是非常十足 很難到成功大後期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銀壘寶推 會怎麼推會比較更有用一點 那目前看到紫色的寶紮莉亞人 轉的是騎士 騎士的部分開始玩HERA交易送 這邊村民宿還是有擊殺到一些 目前村民處是HERA31村 對上紫色的寶紮莉亞34村 村民差距約為三村 好 後方這個木牆 趕快拉三隻槍兵過來防一下 OK 直接戳交至騎士 正面的部分轉出了寶紮莉亞騎兵 開始挖前方的黃金 也沒有開下其他城鎮中心 那這個打法呢 就是該兇的時候就要兇 就要一次兇到底 不然你兇到一半突然回去開弄 好 這邊紫色的寶紮莉亞 打的方式是使用老頭 開始去招降對方的寶紮莉亞騎兵 但是這裡沒招降 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可能認了一下 在空家裡下方的這邊 好 兩隻長劍兵 想要先解決掉這三隻長槍兵 好 這邊想要吸引老頭來招降 然後去吸引到他這個營臉的位置 用營臉解決掉老頭 但赫拉這個祭謀 沒有得逞 好 那寶紮莉亞人 內戰的時候 要怎麼抵擋對方的這個營雷寶推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插城堡回去 不然就是插這個營雷寶推 互相互插 防守起來就好 最主要就是 不要讓他插入到你的深入經濟範圍 像這個地方很適合再補一個營雷 去做一個防守 但是如果這邊插一雷勢必會拉著這邊 寶加利亞騎兵會上前應戰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打贏的話 可能還是要按更多的老頭 然後一次招強掉四隻以上的這個 寶加利亞騎兵 然後甚至要轉出一些騎士 正面應戰 只是轉槍兵防守的話 是很難解乾淨寶加利亞騎兵的 因為他下馬版的寶加利亞騎兵 是步兵版本 步兵版本能打這個長槍兵傷害是非常高的 好 這邊想要直接解掉後面三隻老頭 好 這邊一次招三隻應該沒有問題 四隻招掉 寶加利亞騎兵只剩下兩隻 但是Hera這邊還是擊殺掉兩隻老頭 哇 這一波潰不成軍啊 Hera這邊損失了非常多的騎兵單位 好 前面有兩隻臭命直接被暴打一波 我們收到營內裡面防守 後方的騎士 也是擊殺到Hera後面挖黃金的村民 哇 擊殺到的單位其實很多 Hera這邊的村民只有三九村 結果插這個位置是Hera 這個高地被Hera插走了 真的就尷尬了 原來這邊是他的主石 石頭被挖走其實很傷 這裡千萬不能讓對方有招 蓋起來的機會 好 能夠解掉這個銀壘嗎 石頭部分要不要考慮挖一下 Hera這邊可以再繼續往後生差 欸 就後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直接取消掉 往後蓋 連環銀 這個堡壘 銀壘寶吹 連環一流 最麻煩的就是他跟連環塔一樣 這個不太好防守 好 這邊有老頭繼續招翔 招到兩隻保加利亞騎兵 三隻順利招翔掉 Hera這邊單位越 招翔的東西越來越多 好 正面的部分使用 這個落馬去騷擾村民 但家裡有一些保加利亞騎兵 還在做防守 兩人都在互相傷害 但是防守版的保加利亞這邊 紫色是防守成本更低一點點 好 這邊決定要連環插 再插一個 但是後面有老頭 可能會直接被招翔掉 後方的老頭往前 但是銀壘的射程很靠近 可以直接射後方老頭 老頭跑去跑掉嗎 哇 還是被射掉了一隻老頭 如果繼續聲插起來 會很難受 好 後方這邊也守住了 哇 又被銀壘解掉了一隻 保加利亞騎兵 那這個下馬滿的保加利亞騎兵 攻擊力真的是很高 跟他原本原先是一樣 都是12攻擊力 都是12加1 所以其實 保加利亞騎兵 最難產的地方是 他再起來 再戰的傷害值 跟他有沒有下馬 下馬的時候是一樣的狀態 除非他下馬了 沒有這個馬燈 沒有馬燈這個加成 這個差距而已 好 那HERA這邊點下二級伐木 沒有補下城鎮中心 看來是沒有走一個開農路線 不然這邊可以開一個城鎮中心 但他這邊的想法是 要兇就直接兇到底 直接繼續兇 但是紫色的保加利亞是決定 3TC開農 轉手為攻 用自己的老頭 繼續給對方施加壓力 村民差距目前是47吋 對場70吋 村民差距越差越多了 好 這邊老頭招想 要不然往回拉一下 要被銀壘射到囉 哇 果然被吸引到 然後又被射死了一隻 後方有大量騎士直接往前 但是會拉這邊收村收得很快 好 左邊直接用這個防止為死 後方大量的保加利亞騎兵往前衝 但是後方有大量老頭 好 直接把對手給逼退 這邊騎士直接開打 好 這個防止不知道能不能修得回來 好 看到加里這麼大一坨騎兵喔 現在 暫時一時時間喔 是沒有辦法解乾淨的 所以趕快拉到自己的本隊回來防守 好 左邊蓋銀壘 結果直接被保加利亞 紫色這邊喔 蓋了一根更大一點的銀壘出來 這交大根的劍塔 那城堡這個東西呢 在世代好像叫做大型劍塔 真的是比較大一點的劍塔 哇 這邊村民死得有點慘 紫色的村民沒有控好喔 細節方面沒有做得太OK 好 但這邊村民一離開 可能也會被射死 OK 被射死了一村 還可以接受 左邊的保加利亞騎兵 繼續追逐當中 但這邊數量比較多 可拉這邊是可以壓制回去的 好 這邊的銀壘繼續深推進去 再一根銀壘 槍來種上保加利亞 紫色的右邊農田 好 這邊再抓個一刀 那目前紫色的這邊喔 是有點下義工喔 所以還可以喔 用這個騎士喔 四刀砍一村 騎士的部分喔 是十加義工 那基本上的話 是這個織布技術有義防 所以這個義防呢 讓他可以只要四刀 拿下義村 不然沒有點義工的話 又打五下 好 後方這邊轉了一個衝車 開始帶防守回去 上方有更多的保加利亞騎兵 還有老頭在做防守 這些墓區喔 絕對不能被亂到 好 保加利亞人終於點下 一擊農田 哇 兩個文明一樣的時候 就會很難講 那我們來講紫方跟藍方算了 好 兩台衝車直接收掉 唉唷 這個聰明直接倒了 後方老頭繼續招 但自滴掉了 不給招 好 但右邊沒有老頭在防守 這些老頭要不要考慮往右走呢 但這個城鎮中心 應該也不能守太久 跟劍塔 每一下都是打25滴喔 城鎮中心很快就會被解掉 好 通車解掉迎雷之後 這一根城堡可以守住 後方這裡大片的農田 對 保加利亞這邊繼續著想當中 那黑拉這邊 她一直想要打破一個破口出來 後方的老頭又在招 但這邊老頭招到是勾K 但沒有辦法可以躲了 OK 重收掉後方老頭 但是正面的部分打不太贏 被招想掉的騎士直接反叛回去 好 下馬繼續打 保加利亞騎兵就是這麼的麻煩 被打死了還會站起來 站起來 繼續圍毆 好 右邊有更多的保加利亞騎兵 直接車路到了後方 把右方這邊的農田 全部打散回去 但紫色也是不甘示弱 拉了一些騎士去打黑拉家的村民 那目前村民處來說 黑拉還是暫時落後的 50村對上76村 好 這裡再補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這邊農田有幾個都沒有在種田 這個經濟有點失調 好 這邊再去稍微繞一下 這些騎士喔 還是有做到點事情 哇 結果石頭跑到他正家 他家前面開挖 這個有點偷阿 結果是挖他的石頭 這個石頭是複死的 主石應該是在裡面那塊 已經挖完了 這個石頭偷阿蠻賺的 紫色這邊正面喔 打的也算是蠻厲害的 他一邊控老頭 還要扣經濟 控保加利亞騎兵跟防守 還要看哪裡有被偷插銀類 他這個警戒心喔 其實還蠻厲害的 好 保加利亞人這邊點下了草藥治療 沒有啦 等算要用這個銀類呢 來補一下保加利亞騎兵的血量 血量開始有點慘了 好 右邊的騎士中解乾淨 這隻保加利亞騎兵過來騷擾 但是直接被抓包 4打1 插一下就可以解掉了說 好 就站起來的 解掉了殘血的保加利亞騎兵 好 那Hera這邊要繼續進攻的話 可能要繼續升插進去了 大概趕快把這些農田 再繼續拿下來 還有裡面的這個聖物 這不是聖物耶 老頭 老頭居然在裡面 好 右邊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Hera應該是有注意到 馬上補了一個銀類 終於是到自家 被偷插了 好 看一下 指證保加利亞要不要 炎補一個銀類進行防守 看正面的部分 這邊直接打一個多線 保加利亞騎兵 正面直接衝進去 想要打老頭 欸 也沒有開始打老頭 還是先打村民 左邊這邊要準確定 拉一個10強 但也被抓包 Hera的村民直接走掉 OK 老頭最後還是被抓掉了 好 下方的保加利亞的 銀類 這個能夠蓋起來嗎 剩下一村再蓋 好 繼續追 又收掉了一村 完美 再一下 哇...Hera這邊 死傷村民有夠多 現在是45村 對上88村 村民數差距來到了 快要一倍了 好 側面的銀類又繼續升插進去 好 側面的銀類又繼續升插進去 突然還是繼續升插了 然後這邊很機靈的 把前方這些農田給delete掉 因為不低調的話 有可能會被Hera搶走這些農田 好 這時候開始升級帝王時代的紫色保加利亞 右邊城鎮中心看起來不太妙 好 左邊繼續騷擾 這把都線兩邊都打得很極限 好 但是後面已經有大片農田了 以堪農速度來說 保加利亞紫色這邊 是更有優勢一些的 Hera這邊雖然有把前方這個時候給抓掉 而且也重創他到了很多城鎮中心 但一直沒有開下第二個城鎮中心開弄 而且他家裡的村民也一直在減少當中 也一直處於一個農不起來的狀態 這個城鎮中心看起來是沒救了 OK 那紫色這邊損失的村民也是相當多 好 這次換Hera前面挖的村民直接被抓掉 尷尬啦 兩邊都是村民被抓爆的一個狀況 右方這邊有一些村民在伐木 直接拉了一隻慢慢開敲 唉唷 打掉這個殘血了 又多殺了好幾村啊 好 這邊保加利亞騎兵需要越來越多 修道院裡面的老頭被打了出來 目前紫色有點斷金喔 黃金完全歸零 升到帝王也很難按出巨型投石機喔 開始拆這些銀類 而且巨頭出來還需要守得住 所以目前保加利亞紫色這邊是問題更大了 然後現在需要急需找到可以挖的黃金喔 好 後方肉馬繼續騷擾 好 直接補了一個馬凳 馬凳補下了自己的肉馬傷害也會很強 決定直接使用肉馬進行 主抗對方的 保加利亞起病的想法 好 開始按出巨頭 Hera在左邊又插了一個新的銀類 想要從左邊慢慢偷偷插進去 我是說這個銀類的部分 插插插插插 這邊身插進去的話 最有可能痛擊到側面這邊經濟的部分 但這個城堡還是個問題喔 最近紫色已經升到帝王時代 這個巨型頭十九隨時都會出來 好 產了一台 好 結果紫色的保加利亞人 在左邊想要蓋新的城堡 鎖住這片礦需 看來是有看到 這邊的礦需蠻肥的 好 結果看到Hera這邊蓋了一個銀類 欸 卻沒有蓋在這個位置 這礦產資源守得非常重要 好 巨頭開拆 保加利亞人這邊要不要再點一個 三弓呢 原來紫色這邊點三弓 CP值非常高 所有的弱瑪都加二弓 傷害來到十一喔 打村民的話只要四刀 就可以收掉一隻村民了 沒有點三弓之前的肉馬 還是要打到五刀 直接補三弓三防 夠快 畢竟肉類消耗是一半喔 賣了700多木頭 換了300多黃金 直接把這個三弓三防全部補齊 右邊這根城堡 想用肉馬來防守 有機會嗎 但保加利亞奇兵直接開打 也不管你 這邊拉了一些單位去防守 想用拉到城堡射程範圍內 但是赫拉並不想要理他 繼續在這個城堡射程範圍旁邊 但是現在已經有這個 左孔了 可以開始射城堡下方的單位了 後方的保加利亞奇兵血量開始掉了 這一波互打打得很好 這邊肉馬擠得很乾淨 這邊拉這邊想要阻止巨型投射機開拆 但是沒有辦法成功 因爲還是被拆掉了 雙線施力 直接打出GG 哇這一波保加利亞人 紫色打得非常好 拉也難得打了這個強軍士 那目前看起來拉 拉真的是打強軍士 雖然也是適合他的風格 但是以勝率來說 是相當不穩定的 可能他這時候也是想要練一些 以前的招式 看看現在可不可以用強軍士的方式 來直接壓制對手 那看起來強軍士的方式打起來 還是比較 比較差一點嗎 也不能說太差 但是就是防守 如果能守得住的話 就完全沒戲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 木材跟食物 紫色保加利亞拿下的勝利 黃金的部分 則是霍拉這邊拿下400的黃金 石頭部分則是贏了大概700左右 那軍士方面呢 是兩邊都是差不多 1.1跟0.9 所以兩邊的戰士看起來差不多 只是戰術上的使用方式 兩邊是選了一個不太一樣的打法 一個是強軍士 一個是開農型的打法 那當然 這個每個打法都是有他的好壞 不能代表說 強軍士就是一件 比較差的戰術選擇 其實不是這樣子 但是這一把看起來 連環銀壘 選擇其實感覺並不是非常好 因為你身差的東西 並沒有太深入 影響到的東西其實太少了 或許這一根銀壘 可以再往左邊再差一點 直接控入深入的地方 或是再控制這個黃金 或是再往左邊控 都OK 就是連環銀壘的一個打法 其實並不太適合 這個連環塔的一個概念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